这里不是 Fan Cup 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 TVB 很讨厌 TVB 没问题 这里不适合你 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 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 人身攻击 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 麻烦请而欲望去另一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现在做歌星只靠出歌的话 真是没饭开的 最实际当然是开演唱会 疫情期间 大家都没饭吃了 疫情之后 通关 每个都争取开演唱会 香港的 澳门的 北上的 真是一大堆 内地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吸引了很多香港歌星 甚至乐队 包括很久都没在 TVB 见过的 Dear Jane 都开演唱会 开内地的巡回演唱会 或者 Dear Jane 认了那句 只要不想 TVB 回内地开演唱会 做节目 赚人仔的话 是绝对没问题的 疫情之后 大家对 Dear Jane 好像快去内地开演唱会 都挺好奇 有少少疑问 加上在香港 又没有人提过发生什么事 我相信不关他们想不想 TVB 事 而是他们有一首歌 《银河修理员》 惹来很多猜测 可能又会有人说 又给一些有心人过度解读 这首歌在很多内地的音乐平台 已经下架了 所以当 Dear Jane 认为去内地开演唱会 大家真的拗头 可以吗?原来真的可以的 香港传媒对于他们在内地的巡唱 没什么提过 他们自己的Facebook、IG都没有提到 看来就不想让人过度解读 甚至有人解释 这些演唱会其实是之前签纳的工作 只是当时疫情 令到他们没办法只完成 现在疫情过了 通关了 当然要完成签纳的工作 情况会不会像农夫那样呢? 他们之前在内地巡唱 都引来很多话题 例如为什么不在香港开演唱会呢? 当时农夫也解释过 因为香港申请不到场地 当时疫情又要取消 所以就这样吧 说回一点 Jane 我以为他们只是回到内地开一两场 原来不是的 算起来 今个月底和七月来说 2023年7月开始 他们的内地巡唱 计算起来 已经有九场 包括有广州、宾江、佛山、肖庆、清远、东莞、惠州、深圳、江门 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在疫情之前签纳的工作 现在就要去找数 如果是的话 他之前都签下多少工作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给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在左下角就会看到 记得订阅哦 Hello 假如你喜欢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真死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不然被非天爷爷错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不妨关注我 不是需要分析吗 不得意 有兴趣的话不妨分 有兴趣的话不妨分 不妨分 不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